为完成中郊四航局青岛海湾大桥项目 华中舰机以托西安较大的科研优势 联合设计了起重量为1200吨的门式起重机 盖机有主粮 支腿 卷阳机 起吊车 和控制系统组成 主要钢结构件选用低合金结构杆 部件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控制系统选用PLC技术 可实现同步工作 并安装有发电机 风速仪 力矩限制器 可以保证整机的安全使用 两台门式起重机工作时 先移动到预制梁上方 分别安装两个吊具 通过PLC控制两台门机同步提升和行走 整个预制梁在起吊中 四点起吊 三点受力 可以使预制梁受到惯性冲击下 减少对粮体的破坏 根据不同的量场布置 该机还可以增加油缸和附属件 运用我公司900吨可转向轮轨式提量机的 90度转向专利技术 转向时顶起油缸 实现90度转轨 同步行进到吊装船上方 然后同步落梁 完成整个预制梁的运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